那么现在,佛法衰了,我们不像修佛的样子。 就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? 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把三皈依忘掉了。 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烦恼习气,没有依靠三皈依,这个提醒比什么都好,早晚课,早晨,晚课,最后念三皈依,晚上晚课,最后都念三皈依,这个三皈依是行事。 心上有没有呢?没有,生活上更没有,这就是我们把佛教这个实,实际丢掉了,实质丢掉了。 早年,张家大使告诉我,佛法,重实质,不重心事。 实质,那就是把佛法放在心上。 把什么放在心上? 三皈依,那是我们,一天,一生,一世,修行最高的指导缘则。 我们有没有,归是回头,一世依靠,依靠佛陀,修二足尊。 足是圆满,念足,念中圆满。 那念中的,智慧圆满,佛德圆满。 我们归于佛就想到了,我今天齐心动念,言语造错,是不是在求智慧求佛德。 真正是求智慧求佛德,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 这叫真正规于佛,我们不说佛这个榜样啊,我们的佛会求佛德。 啊,归于佛,佛是正知正见,利于众尊。 啊,佛的大根大本,这将佛陀交给我们的佛。 这是真正的佛法,啊,不能够利于,无论修学什么法门,里头夹杂着,欲望在里头。 这把法就破坏掉了,这不是佛法,这是世间法。 啊,佛教我们念念了,要放下欲望,要放下自私自利。 啊,要放下明文力量,要放下贪嗔赤门,这是真正规法了。 啊,归于生且,注重正存。 这个生且是团体。 我们今天讲团体。 天上人间,所有团体里面,出家人团体是最尊贵的,啊,是个模范的团体。 为什么? 它有六合金。 啊,天上人间团体没有六合金。 啊,佛法团体是六合金。 这一句提醒我们,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做,见和同结,借和同修,啊,生和同住,口和无证,意和同悦,利和同军。 那么有六合金。 我们有有六合金。 我们有六合金。 那就是说,不是世间,是饭的团体。 这个团体不能跟大家做网友。 你看这个提醒多重要 每一天念变 念的人很多 没有去做 在白念 念只是一种形式 没有其作用 没有其作用 念如同不念 不过念也是有好处 为什么呢 有形的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一角风险 但是有我们看不见的 天地归神 他们在旁边天提醒他们 可能里头真正有发心 有正感的 这就是念比不念好 最重要的念了我们懂的意思 我们要一角修行 早晚过一遍 这是慈悲到极处 对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不提醒就迷惑了 就颠倒了 为什么 习气太重 烦恼太深 念念 习气现现 烦恼其用 把我们俗修的功德全都破坏了 功德不能成就 原因则死的 所以三规一 至关重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